刚过完春节的时候 一个朋友让我给他配了一个 西瓜的一个配方肥料 然后到现在为止 西瓜长是非常好 一定是第三茬了 西瓜 就是在原有的西瓜地上 第三茬种西瓜了 他的原话就是说 我种这三年西瓜 从来没有像今年长是这么好的 实际上这里面就出现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我们在搞动植 无论西瓜还是番茄 我们在施肥的时候 一定是科学的配方的施肥 而不是说一个配方打天下 或者说是什么好东西 我都用到这地里面去 好东西用到地里面 不说你花多少钱的问题 而是说作物能不能吸收利用 或者是对作物有没有负的作用 这些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就像我经常说的一句话 我们在对待土壤施肥的时候 一定像对待我们个人的胃一样 你这个胃 你天天吃辣椒喝酒 吃辣肉 是吧 你说你的胃能好多少呢 好不要消化不良 身体出问题了 你同样你的土壤 你不管三个十九的 三个二十的 或是高龄的高甲的 你不管作物在什么时期 你乱七八糟的 你去食液肥料 不需要哪个元素的时候 你这个元素很多 最后就沉浸到你的土壤里面去 试掩久了 你说你这个土壤会好吗 你这个作物 该吸收什么东西没有了 该不吸收什么东西了 很多 最后在土壤当中进行抗截 然后那个土壤板结 研磁化 等等一切问题 全出来了 最终 倒霉的还是自己 作物不长 重大重大 换棚吧 一个棚几十万 减下来 是吧 所以说最终倒霉的 还是自己 对我们种植物来说 一定要记住 我们在种作物的时候 一定是科学食肥 科学的配方 你像好比是番茄 我们在一个季节 用的是四个配方 西瓜种植 一般我们也是用的 四到五个配方的 一些肥料 这样的话 我们保证每次食肥的 一定是在这个时期 最科学的一个 食肥量 在土壤当中 基本上不会让它 去积累 吸引高的盐分 这样的情况下 本来是 能种十年的土壤 我们可以种到 十五年二十年 你说在这样 多种这么几茬的话 你说你能 因为改良土壤 能成绩多少成本 是吧 一定是科学种植 科学食肥 科学配方 对于种植 辣椒这块来讲 在枣下 我们主要防止 两个方面 第一个呢 就是日酌伤 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么夏季的温度比较高 很容易啊 就是烫伤 这个果皮的一个表面 直接性的 就是影响一个伤品性 所以说呢 我们在使用水肥上 一定要保持 就是土壤的一个湿润 但是呢 也不能够过湿 另外呢 我们要去 给它补充一个 充足的一个盖 那么建议呢 使用凹荷胎的一种盖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像这种情况啊 我们很多的朋友们呢 就是要把它定义为呢 是一种慢枯病 实际上啊 这种病呢 一般呢 它属于是异病啊 属于是一种异病 那么异病 它在发生的时候啊 这个静梗呢 首先呢 会出现一个腐烂 接着呢 会出现干枯 湿水干枯 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么在果实在上面的一个表现呢 主要就是在这个果饼的啊 果饼的这个位置 就是一圈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很容易出现啊 腐烂的一种情况 针对于这个异病来讲呢 我们一般常用的一些药呢 就是一桶水 三十斤 那么呢 可以去使用这个 恶作尔菌酮 一般建议是五毫升 另外呢 包括甲烧猛心 甲烧猛心呢 一般建议是用二十五克 这样的一个量 同时呢 要去配合一点庇护 或者说是赤梅酸 来修复 这个异病 所造成的一些损伤 同时呢 我们也要是为了预防 异病的一个 继续的一个发展